立法院在今天持续的进行国会职权修法 公民团体集结万人定调行动 我藐视国会 有入立法院周边 而现场更是发送野百合大喊口号 反对蓝白联手推动的修法版本 现场更有民进党的立委一起发声 而这场活动更是串联了全台湾七线市各地集结 不过在立法院的外头距离不到100公尺 另外一条街道也出现了赞成支持修法的群众 就怕双方会爆发冲突 警方不敢大意持续的戒备 手拿牌子大喊口号 现场雨过天晴有些炎热 民众依旧大力呐喊 超过两万人空拍一看 人潮满满证据立法院一侧 民进党立委也身穿反黑箱衣服一起发声 公民行动为的就是立法院持续进行的国会职权修法 反对蓝白联手推出的修法版本 超过50个公民团体响应行动 更串联全台七线市声势好大 这些法案有些是利益良善的 可是它的内容太过粗糙 那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多一些讨论 我不知道民众党跟国民党的 的召集人在急什么 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这个答案 不过场外拟一头台湾新社 的咒级人游志斌也道场公审论立委 不只有游志斌其他赞成修法的群众 接续道场和公民团体相距不到一百公尺 警方严加戒备 从两百个到目前因为人数 已经慢慢增多 我们现在目前的警力数 已经达到五百人 主办方发送野百合 凝聚民意抗争到底 国会职权修法大战第三回合 场外气氛同样紧张 记者黄平宁 消费生黄梓廷 王文宣特别报导